纽约时装周为何会向中国一款游戏发出邀约 在现实生活中显得不那么真实 一戴上去就感觉自己变得雍容华贵起来 最好像小时候埋藏在心底的那个武侠梦瞬间被激发了 我们在纽约时装周专门找了一位就是头发银白的模特 像一个就是初入江湖的侠女的一个风范 我们希望说能通过年轻人的这种元素 然后跟传统的这种非遗的记忆有些结合 让传统和创新能在中间有些碰撞 老阿们老师要杀一些小蝴蝶小蜜蜂精 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 给他们培训 就是把他们的习惯给拽过来 我们这边还有一句老话 有钱拿买春干绿 就是说这个钢是绿色的 是有钱人买不到的 这个钢有多久了 30多年 找话 必须要搅一下 跟他打个招呼 对吧 好 现在是早上 我也跟他说早安 千年的敦煌壁画 如何通过数字化走进现实生活 就刚刚三五分钟的时间 我就已经设计出来了这么多款 录的这种图案 它代表着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文化 但是你们用这种绿色 这种大胆个性的颜色 把它很好地融合了起来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很潮 一座古都 又将与一部动漫 演绎怎样的奇妙故事 坐上这辆公交车的话 然后涂山苏苏 就会带着你去 探访这一条专属的路线 或者杭州的爱情的文化地标 天宫愁得家人义 好浪漫啊 金光闪闪的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豪华的轿子 传统文化 这样子的一个话题的结合 能备养一些学生群体 那他们就是喜欢上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 敬请收看 走遍中国 古风新潮